恢復通關後,出現港人報復性北上消費的情況 正在7月份,港人網內地人數已經超過468萬人次 估計消費額達到40億 大家有沒有試過排長龍等過關? 深圳市口岸辦主任黃剛就說 為了方便港人北上,羅湖口岸將會實施常女客計劃 學生、商務人士、科技人員等特定人群 只要被案為常女客就可以更快地過關 另外各口岸都會增設人民幣兌換點和加裝免費WiFi 促進港人北上消費 怕排隊過關就要留意哪些口岸較少人用 由今年1月8日到8月7日 最多人用的是羅湖口岸 通關量達到2300萬人次 排第二是福田有2100萬人次 至於改造的黃剛口岸 新大樓會在2026年投入使用 到時會依一地兩檢基礎實行一次通關 一次查驗 取消洛馬州管制站 當局未來都會改造沙頭國口岸 連堂都會試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模式 蛇口會見直升機口岸 還會新見前海鐵路口岸 梅沙和南澳將會見至海運口岸等 等等 3 4 4 5 5 5 6 7 7